赵掌柜 咱们联手跟鬼子 打了几个漂亮仗 山上的兄弟 还没打痛快呢 这次见面 我想问一句 咱们下一步 有没有什么大的行动 到时候 昌科就听赵掌柜的分开 您这句话问着了 那说说呀 是这样 那个这次任务 比任何一次都艰巨 我们赵掌柜到现在 都含糊了 他不敢动 是人手不公 人手是以防别听他的 张掌柜 你让子梁说嘛 这个事只要咱想干 不管多难 我先说句话 东北军的兄弟 没有一个是闹主 你看说得多好 现在可是这么回事 板田这家伙呢 他打算呀 转运铸成物不得要塞图纸 我们打算中途 把这图纸给结了 你别听他的 是他想结 这批图纸 是建筑图纸 价值不大 损兵折将的事我不能干 不是 你这话怎么说的 图纸还没到手呢 你怎么知道就 就没价值 什么就就就 周大贵 我倒是挺喜欢 把我兄弟身上这股劲的 敢干 诚哥 我们呀正跟上级联系 在等上级的指示 那就这样 等上级指示到了 我全力配合呗 别别别 我问一句啊 如果说板田运图纸的时候 上级的指示没来呢 你就怎么办呢 很简单 按铭不动 什么玩意儿这话说的 这老板田不是白聊了吗 行 行 行 你别理他 接大哥我带你去见王爷吧 那是 潘哥 有机会再见 好嘞 好 我送送你了 你不用送 我带他走你 规定 敬衣 停诊 我给你接上去 大哥 这位是金库金医生 谢川和谢大哥 谢大哥 你好 你好 王爷 你在这儿等一下啊 王爷 孟子梁 王爷 别来 吴那儿 我是长科呀 谢团长 我没想到是你 王爷 我这次下山呢 就是为您的事 我想劝您呢 到我那儿去避一遍 我那儿呢 差劲不好 但是呢 一定把您照顾好 行吗 谢团长 我知道你是一个 有情有义的人 这个时候能想到我 我真是感激不尽哪 您客气了 您客气了 王爷 您如果觉得行 那就跟我走吧 我这一大摊子 不是说走就能马上走的 我早就有个打算 我想把我的一些买卖 盘出去 换成钱 给你们当军费用 王爷 您让我说什么好啊 您给的已经够多了 这么多年对我们的支持 您刚才说的 可是您的家底啊 您自个儿留着 我跟您说 只要您人来了 比什么都好 谢团长 只要这些钱 用到该用的地方 我就知道 王爷 我替抗日的这帮兄弟 谢谢你 那就这样 我等您信 您哪儿方便了 让我这个兄弟送您上山 或者是我亲自下山接您 都成 好 我看你们挺忙的 我就回去了 好 许团长 一定要多加孝心 您也是 王爷 保住 王爷啊 拿着这个 装装样子 你看看 你看看 你们替我想的 多重的话 谢谢 那我走了 王爷 让基因室送我给你 好 外走 王爷 小赛 小赛 前些日子不招家 最近总在这儿陪我聊天 翔叔 我怕您老一个人待着 闷得慌 先生 住店 慢点 慢点 先生 您是住单家啊 还是何家 住个单家吧 那您登个季吧 好 来 来 来 给您笔 来 来 先生 这字写得真好啊 112 您这行李要帮您拿吗 不用的 舅舅 黄管家遇害了 府里现在缺人手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那就把王府的杂事 交给张马 张马在王府 也待了好多年了 张马 舅舅 我现在主要是 手头上事特别多 要不然我就自己管了 吃个拉撒这点小事 交给张马 没有问题 这可不是小事啊 吃喝拉撒 这是要花钱的 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 舅舅 我看张马不行 那你想 我想请个管家 他管府里的事情 这样我才能踏踏实实地 打理生意上的事啊 你不想再找家 我还不能吃 你把我保证了 你还能是 你还能吃 我一吃 你还能吃 你还能吃 我安排 你还要吃 你还能吃 这我老了 毛病又多 突然来一个外人 疼我不习惯 您再考虑考虑吧 福利总得有个管家 我最近觉得生意上的事 稍稍有点力不从心 我正要跟你说生意上的事 生意上的事啊 您就别操心了 您看看 您看看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啊 现在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越做越赔钱 还不如不做 是不是 那什么意思 这几天我就在想啊 我们有些生意呢 可以把它停下来 有些生意 我想把它盘出去 它赔钱少 我和你舅妈没什么花销 祖上留下的 足够你和花梅结婚用的 舅舅 这可不行啊 这不等于坐吃山空了吗 那有什么办法 事情不是都随人怨的啊 我真不愿意听您说这样的话 生意我们一定要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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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 生意上的事 我在考没考虑 舅舅 您千万不能放手啊 我知道 您先往去吧 那我走了 没看着我啊 快 给哥七壶茶 山妹子 我说你呢 给哥七壶茶 谁姓山呢 你才姓山呢 这性格 行 我姓山 给山哥七壶茶 行吗 行 这小性格 挺野的 多换点茶叶啊 思议 杨大少爷 这去哪儿了 你来了一个朋友 跟他出去吃吃饭 苏教授今天这么闲呢 说明咱们佳母寺治安好啊 杨大少爷 你这叫啥 夜湖香金边 嘴好会说呀 那还不是苏教授劳苦功高吗 回头我跟次郎说一声 那跟他哥打个招呼 得给你表表功啊 你这家一看你一天闲呢 拉倒吧 还是省省你的好心吧 这朋友看着眼生啊 不是稳定人吧 来吧 那一起坐下聊聊 兄弟 我还真喝多了 我得睡会儿 那行 那我送你上去吧 苏医生那你一日慢慢喝 喝吧 喝吧 这都什么脾气啊 我拿糊喝呀 古儿 别打扫了 都忙了一天了 歇会儿吧 没事姐 我们山里人干这点活算啥呀 对了 我看那谢团长来了 肯定有啥大事吧 知道不 据我所知 是专门来看你的 看我 不信啊 不信你问他去啊 不是 这看我啥事啊 见面没说几句话 你没个正事啊 没正事是啥事啊 这 姐 你别打岔 我不管啊 这次我要参加 那你也得看着谢团长 愿意不愿意啊 不是 姐 啥意思呀 齐倩小姐又来了 我说过了 我这小店做不了你的衣服 你这个店虽小 但生意好啊 做得风生水起的 还挺招人 都会往你这儿跑呢 怪不得格格那么霸道呢 原来有一更霸道的 表姐撑腰呢 说话带刺 横着走 秋儿 少说两句 不跟叶小姐说话呢 碍着你事了吗 你恨什么呀 齐倩小姐 我表妹乡下来的 不会说话 所以你也少说两句吧 我说过了 我这个小店 没有你能穿的面料 再说了 我这手艺 也配不上您的高贵气质啊 你姐姐多会说话 话虽气人 可都在流上 我说的都是实话 不是我不欢迎你 你看我表妹有农村来的 不会说话 我害怕她的嘴啊 一会儿又得罪你了 不错 做工很好 怪不得男男女女的 都爱往你这儿钻呢 选块料子吧 给我也做一起 我姐可没工夫给你做 你大理事的活都干完了吗 我就纳了闷了 我子梁哥 怎么请了你 那么一个吃闲饭的呀 啥 吃闲饭 我闲饭没少吃 闲活也没少干 我还就不像有些人 爱管闲事 我可从来不管闲事 我管的可都是正确的事 我警告你啊 下次见我妹妹的时候 最好是客气一点 不然你只有一个下场 怎么着啊 卷步该走人 你说了算吗 这连格格都还没进门呢 你就一大表姐 管得着不去 真有意思 叶小姐 我觉得你有时间 有必要好好管教 管教你妹妹 就她这张嘴 还不给我子梁哥惹事啊 行了 都少说两句吧 都请回吧 我这儿还忙着呢 这不惜得跟你们了 我都够不信了 我 去哪儿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我买到你 我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投机转运的时间等定下来吗 我着急 杰传 最近和山口小姐还有联络吗 那就好好地配合她行动吧 不过该说的要说 不该说的 绝对不可以说 我明白了 这个山口小姐 是一个优秀的特工 但她精力充沛 关注的事情也太多了 老师 您指的是 贾姆斯的形势如此糟糕 如果他们保安局得力的话 我们还能受到这么多的困扰吗 我听说 她最近一直在关注着次郎啊 老师 山口小姐一直在调查次郎周边的人 她是在搜集证据 她还是在怀疑杨子良是吧 是 这个山口小姐太偏执了 河野大川殉国之后 她对我很有看法 我能明显感受到她身上的那股怨气 哥 哥 来来 哥 怎么问 我发现点问题 这些天啊 这几个人 住两天走了 过两天又回来了 来来回回四五次 是吗 嗯 这个季节 这个季节做生意也不像啊 是啊 我也觉得奇怪 对了 够 这个 说是热喝的 妈口音不对 我老姑热喝的 他们那儿啊 吃得跟咱都一样 就是那个酸菜不吃 够 这个 这个 说是山西的 忙谁呀 操这一口山东话呢 可以 干一吗 啊 楠叔 最近段时间 多注意进驻大理社的人 行 那 少爷 这些日子 您也加点小心啊 你放心吧 好了 来 走了 姓叔 哥 赵掌柜 还是不是要行动啊 瞎操心 不是 你 你 你就告诉我呗 金哥 金哥 董哥 行啊 官服原职了 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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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觉着 我官服原职 你不太高兴啊 瞧你这话说的 我是真欣慰你高兴 小弟啊 大家手上拿到的 就是这次图纸运送的方案 需要你们回去以后 尽快地按照方案做准备 之所以现在才发到大家的手里 就是为了杜绝 心动计划泄漏 另外 从驻城部出发到哈尔滨 沿途要加强防御 不可从心 明白吧 好了 哈尔滨 黄 我不是批评老赵啊 出去这么长时间 这 这 这总让人等着 不是他时间长 是你心不敬 谁说我心不敬 别以为不知道啊 我说你个小老舅 你心里知道啥玩意 你就知道 我看你是订了婚也不踏实 不是 谁说的 这才是罢下罢下的 谁罢下了 罢下啥了 老周你回来了 有消息没有 有消息 我还拿回来了 转印的路线图 可以啊 这回内线做的工作很细致嘛 但图的价值不大 板田啊 也没有认真设访 会不会是板田放的假消息 挖坑让我们跳啊 不会 运途啊 是百分之百 可这事真让人挠头了 去吧 怕中计 不去吧 遗误了大好的战机啊 先别挠头嘛 是不是 刚才你不说了吗 是后天才运 咱们有时间准备 卫 卫 你等等 你不能忙 你让我先跟教导旅 再联系一下 磨磨叽叽 磨磨叽叽 你到底干不干哪 你一会儿研究 一会儿发电报 天天就这么等着 这事情全解决了 这东西都倒心惊了 子良 先别着急 你这个决定 那是个大动静 牵扯到方方面面的 不是 你们给个通盘话 这事到底干不干吗 人家齐坤说得对 咱得通盘考虑啊 子良 你以为我真不想干吗 可是 以 以往咱跟这个板田的交手 得出的经验 这小子鬼得狠 你 我 不是 老赵 我不是吓唬你们啊 你们想想 这个图要是一旦运了 万一这里面是有干货 咱们已经这样 那样耽误了 这图一到心惊 我们到心惊想了没有 不 咱们 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你们 我认为啊 对了 内线还有消息 樱花行动的头目 是个女的叫山口 齐庆 对 你下命令吧 怎么弄它 不弄它 还得让它演 关于这个事 我再请示一下教导旅 你 你这一天 你也请示请示 这啥时候了你 你 你得巴巴巴巴 说啥呢 哥这儿 你心够大的 就天天我一人忙活 我心 行 我心大 我最近事情比较多 恐怕不能经常和你见面 如果我有事情的话 会联系你呢 山口小姐 你来满洲数年 应该经常会想到 家乡和亲人吧 我没有那个时间 我和你就不一样 我经常一个人的时候 想起在大半 苏金贵什么时候来啊 不用着急 她马上就到 请示茧 便请示范 这就是你要找的人 苏金贵 苏队长 这 这齐先生小姐吗 我认识 你在这儿干啥呀 我不可以在这儿吗 可以 可以 明白 明白 你 你俩是这个呀 这 这 够 好事啊 泰军 你找我干什么 干什么不要问了 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啥 你凭什么呀 就凭我随时能要了你的命 啥玩意 你要我命 你试试你要我命 泰军 他说得没错 他可以随时要你的命 不 那 那我也得看看让我干啥 反正玩命的事我不干 你干也得干 不干也得干 由不得你 你凭什么那么霸道 我告诉你 我是有板田将军的特质 我只听从板田将军的 闭嘴 齐齐尔小姐的事情 跟板田将军的事情 是同一件事情 你 你也给日本人做事啊 知道这里边的厉害关系了吧 从明天开始 从明天开始 你一切听我的 明白吗 嗯 明白 这句 嗨 嗨 嗨 我咋这么讨厌呢 什么人都让我遇着了 这又是个祖子 你 小伙伟 教導里来电 赶紧看看 这批图纸非常有价值 必须解惑 你看我说对不对 教導里周旅长都同意我的意见了 说明他的意见跟我这高度一致 这事非得干不成 你想的机会呢 我 我 你赶紧下命令吧 通知各组准备 快 掌柜的 本来不是说后天图纸才到吗 那现在这时间 你也给我准确时间啊 我好通知队伍 你管他呢 今天晚上去 再让干涨去蹲点 去晚了花花菜都凉了 绝对不行 你得等那线消息啊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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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等就等 我觉得子章说得对 如果真结合了这批图纸 那咱就中了大奖了 你还保留意见吗 不保留 金库 听我的 今天晚上让所有的人 集中准备一下 是 你是领导 我是领导 把这一下热情洋溢了 当然你是领导了 我在你领导之下 精不咔咔的 都赶上教堂吕领导了呗 差不多了 还是我领导啊 差几胆的 行了 别拼罪啊 让猴子马上去月亮堡 金库 你通知其他人做好准备 好 刚才我也啰嗦半天了 话说多了没用 就一句话 这次行动 谁也不许当脑种 听见没有 听见了 好 好 解散之后各自去准备 解散 相错准 好不好走 快点 走 我等着菜 快点 饭马上好 开了吧 哥 好 开我 开点盘子 上龙了 长点点啊 辣点 好 来嘞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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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来 闲酒了 现在看到这场面又想起 原来打仗前准备干粮的情景 这次是大仗 小鬼都少不了啊 咱把困难都想足了 伤亡就会少点 是啊 不是 这次我亲自上阵 家里的事就交给你们了 团长 你不用去 这杀鸡烟又扭倒 这不管杀刀 这这么长时间不用也生锈了 该打磨打磨了 这家里的事也不少 我去就行了 还我 我也去 你们这是真不想让我去呀 你要是不放心我们去呀 那你就去呀 听这叫 还激将法 行 咱们再商量商量看 还有什么事没想到 好 走 走 忙着啊 兄弟们 明天早上六点半 在三江省和滨江省交界的黑水里 滨江省宪兵队会和我们交界 之后 图纸会由哈尔滨 金铁路 一网新京 你们只要负责 在三江省内的 牙育安全 老师请放心 此次押韵人员都是我精条细选 由黑眼队长亲自带队 这批图纸对钢瓷的价值不大 但是它是我帝国的杰作 更是河野将军的心血 要是出什么事 心经方便会笑话 我知道 老师担心钢瓷截图 不过我倒希望他们来 只要他出现 我保证将他一网大剑 解决可想 这次行动我们没有封锁消息 我认为钢瓷一定会出现 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到了 收拾 我带的队伍 和特决的队伍 保持一段距离 一旦钢瓷出现 我就来个出击不易 将他们一网大剑 如果敌人 人多 火力猛 你会怎么办 我一定全力出击 争取抓火狗 好 勇气可嘉 是吧 但我要提醒你 要珍惜士兵的生命 绝不可恋战 还有 要随时跟我保持联络 好 本天明天要运送图主 李阿姨 宝盘来了 来 金医生 今晚您又要出诊呀 来 网号 你看 这是什么 给 金库店 你等等 这个给你 谢谢网号 谢谢网号 路上小心点 你怎么这么懂事啊 这是邮号号 咱们预理 怎么办 有脑子的 在哪儿呢 我需要 咱们将帮到 就不打扰吧 还有啊 三个一路 三个一路 第一路 对 好 这个 那能够的 人都不会含着 阿姨 你别问一点说一点 问一点说一点的 你还有啥你都给我拿着 都给你拿着 还有二十一个手雷 四十六个手榴弹 你拿得了吗 新进了两个制弹筒 给你 你也不会用啊 不是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用啊 你昨儿晚上 问小老舅的时候 我听到 秦老库你长出息了是不是 还学会偷听了 他说会用你就给他一个呗 那不行 大众啊 你别用这眼神看着我 但要紧张 你把你的地雷玩好就行了 老库 这次打仗 你把你那个手雷多给我点 那晚上打卡车特别好使 没问题 我多给你几个 川儿 是不是想打仗想疯了 我太想活动活动了 拎了来了 拎了来了 四十六 四十六 这些消息啊 小鬼子早上五点出发 六点半在黑水里 跟滨江省闲兵地交接 到了哈尔滨之后走铁路 转回行径 有路线就好办 这张图啊 一定要留在三江省 子良 你给大家布置一下 行别着急 老张希望咱们再合计合计 然后再出发 你还合计什么呀 合计啊 你再合计一会儿就耽误了 小鬼子就出发了 你再怎么着 也得算计好了之后才能行动 懂不懂啊 哥 我咋感觉你现在说话的语气 越来越像赵掌柜了呢 没有啊 不是 你们啥意思啊 不是 像好还是不好啊 不是 挺好 挺好 你们既然说我像老赵 那我就得给你们算计算计 黑水岭北面 记住了 一定要在交接之前动手 好 鬼子即将交接 也是最放松的时候 你好意思说我 你看你都能算计 我不容你 你拉倒吧 赶紧忙活 好 自己的 把你那碟弄好啊 我老师 是 不是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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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来来来来 回来回来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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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 来 大穿 诶 红桌上地雷买得怎么样 这段小活我早就干完了 卓仁贵 已经全部部署好了 我 马啊 是不是看着挺别扭的 我自己也觉得挺别扭的 没想到你们 你 这事又到你身上 这不是那个感觉了呢 行行 只要能活他们就行了 我忘了给你介绍 蒋宝财 赵掌柜 赵掌柜好 谢谢啊 赵掌柜 那我带他们去福气点了 走 注意安全 走到赵掌柜 走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知道了 注意安全 大脸 喂 你啊 掌柜 明白 好 走 抗计车速 和前面押送图纸的车保持距离 大县 已经到沙伙子了 离哈尔滨还有二十八公里 你目前一路顺利 没有发现钢区 大师 大师 喝 坏了 咋了 我的饼没了 你就知道吃是吧 又饿了 你不饿呀 我还不饿了 不行 你喝口水停会儿 你这差不多了 做好准备 好 大县 你在这儿干嘛呢 侦查情况 用着你侦查情况吧 剩下自己扶起点带出去 走吧 我们下个 好 老师 老师 快到八间坊 离哈尔滨十二公里 尽快出三江省 如果不出意外 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 都打起精神来 时间差不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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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是家务司宪兵队 分明押缩重要物品 一销新京 出示你的证件 我是�і江省负责交接的小川 你们的押送任务 已经结束了 从现在开始 图纸有我们结果 让你们的人下车列队 可是 我们接到命令 任何人不能离开卡车